近日花上五开播了 迪丽热巴家门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花上五在同档综艺中 招商合作也比前几期多了很多 这些成绩都被认为是迪丽热巴带来的效应 不过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表现 却并没有得到网友的一致好评 有些网友觉得他太邋遢 不顾形象 甚至有损自己的形象 比如迪丽热巴在节目中没有穿拖鞋 就算是洗澡和居家也只穿着一双鞋子 其他团员都很惊讶 他能坚持到最后一天都没有拖鞋 粉丝们表示心疼迪丽热巴 觉得他很贴心 不想给节目组添麻烦 但是有些网友却认为 这是迪丽热巴自己的问题 他没有准备好拖鞋 也没有去买一双 说明他不在乎自己的卫生和舒适 除了拖鞋事件 迪丽热巴还被网友吐槽其他方面 有些网友不喜欢他扎的丸子头 觉得太随意太松直 有些网友选弃他的衣服不合身 显得肚子有点大 还有些网友批评他的头发和皮肤太油 影响美观 网友甚至截取了一些丑徒 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对此你怎么看呢